好 接下来我们再关注一下美国通膨 美国的通膨在2021年涨幅7.9% 冲上了1982年之后的最高 而美国现在的建筑营造业面临一个痛苦的缺工问题 已经恶化到几乎解决不了 他们的年轻建筑工人数量大幅减少 那么减少的幅度高达30% 美国的本土劳工不愿意做 而签证问题要引进外来的移工 现在又没有办法补足 因为工会反弹 所以国会所批准的引进的数量 每一年实际上只核准了一半 使得美国的房价节节升高 这是一个推升的重要原因 导致很多中产阶级干脆直接转买迷你屋 迷你屋可以让晋升有房阶级的门槛降低八成 但是有多迷你 食品以下的迷你屋在美国已经开发成 可以挤进一家三口 一起去看看 开学几个月了 美国德州圣安东尼奥这所高中的屋顶工程还没完工 并非因战争导致的供应链锻炼 缺的是人 营建公司老板提到的是美国H2B临时工人签证 准许特定国家的技术劳工在美国停留不超过一年 最多可以延长两次 雇主必须证明无法在美国境内聘付到足够的技术人力 再向政府申请名额 不需要学位 年薪超过6万美元约180万台币的工作 却没人要做 他与同业的孩子们甚至都不愿意接家业 过去15年来 美国有多达48周的年轻建筑工人 数量大幅减少达30% H2B是专门为季节性劳力逆籍的农业或产业设计的临时工美签 其实国会早已通过每年批准13万张H2B签证 但因为公会要保障本地劳工受雇权而反对 所以实际上美国政府每年只核准66000张H2B签证 老板还要抽签才能得到评估领额 外出什么的贸易是无论客 业重生贸任的一个国家 中的贸易是一项水平均的金融 当公司不开雇勤工也需要 这贸易的贸易是给到 yours的品嘴 我认为这一块是价格的价格 我们现在来的价格上台 这年轻生贸易可以佳量 在4.7% 但价格上张贸易价格是在乎二十多的 在市场口渴 没有我认为保持住的 在你真的真的 Não,我不是 我只是 2021年奥斯卡最佳影片游牧人生 讲述买不起房子的美国车房族人生故事 不少美国低收入族群甚至非法移民 因为买不起房选择住在车上 或拖车改装固定停放在租赁土地上的车房 其实美国人购物与缴带款的预算 也要吃掉薪水的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至少不吃不喝15年才能付完房贷 也因此超过七成的美国屋住无法储蓄 现在许多美国中产阶级也开始思考 院子 车库 大坪树 这些都是必要的吗 美国加州的小屋展售会 门票一张台币750元 还是吸引上万人紧入场 参观各式小房样品屋 都希望将来省下超过85%的购物预算 10坪以下的迷你屋从建造到装潢 顶多台币200万以内 少背许多年的房贷 货归屋类型的固定迷你屋 可以加高成两层楼 生活空间更大 若买不起地皮 也可以考虑更小的屋形 不需要苦等建筑工人打地基 更小的迷你屋 其实就是加踏版的露营房车 妥善规划后 连带着小小孩的年轻夫妻都住得下 冰箱甚至壁炉也都能装上 唯一要求是必须贯彻断舍离 至少扔掉八成的东西 才能从平房搬进民营屋 并不适合囤积狂居住 TVBS新闻综合报道